超市業者跨足了烘焙產業 主打現烤麵包出爐4小時內 送到全台1000多家店鋪 那為了吸引消費者 平均每兩個月 就會推出3到5款的新的麵包 去年創下12.5億的營收 外型酷似6塊肌的餐包 一撥開爆出濃郁奶香 口感綿密鬆軟 是最近討論度超高的早餐 奶油餐包一天可賣出1萬5千包 直擊生產線 美味的關鍵就在 加入台灣唯一在地研發的 天然發酵奶油 充滿富裕香氣和棉花口感 攪拌後一大缸200公斤重的麵糰 如瀑布清洗而下 機器拼接塑形壓出筆直漂亮的麵袋 經過切割捲成長條 華麗變身麵糰小冰 每一顆需達80克重 太胖或太瘦都會自動淘汰 確保做出來的冷凍麵糰品質一致 烘烤前成型 捲的圈數越多 烤完容易裂開 圈數太少口感又不夠綿密 團隊歷經200多次測試 才研發出黃金兩圈半的捲數 口感和外型最完美 以上事實只在部分店鋪做試吃推廣 就獲得好評 單天銷售數量來到30顆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一般的店鋪只有大概3顆 營業幹部看到這商品是有賣力的 所以全國就聚焦這個奶油餐包 所以會造成就一下子 整個門市的量就很豐富 另一款爆紅的千層吐司 光看外觀就很誘人 加入蜂蜜和濃縮六倍奶 以及天然酵母增添風味 麵糰經過反覆 嚴壓折疊多達24層 每一層都能吃到甜蜜滋味 業者和日本90年歷史的麵包鋪合作 從設備冷凍麵糰技術到主管都來自日本 日方定期派人來台技術交流 平均每兩個月就會推出3到5款新品 抓準台灣人愛嘗鮮的心理 新產品的開發 它創造我們整體營業的30%業績 三年前的時候才正式完成1000店 營業大概是8億的左右營業 然後去年12.5億 在整個業績裡面 我覺得每年都是有 大概雙位數的業績的成長 超市龍頭進攻麵包市場 搶在出爐4小時內送到1000多家店鋪 成為全台最大連鎖現烤麵包店 主打平價也能吃到美味 一年創下12.5億的驚人業績 成為品牌金基姆 東森財經新聞 楊昭賢玉琦 桃園報道 楊昭賢玉琦 桃園報道